在你和严总之间 我绝对不会偏袒你们任何一方 只怕你放过他 他不一定放过你 这话什么意思 前几天 我听说我妈要在我的订婚仪式上 给严真一个东西 好像说 是什么 安史集团的历年账簿 似乎想要对付你 你最好是真的有重要消息 严真其实是吴文昭女儿 都说毒狗丧心病狂 为了钱什么都能变 汪总 我千耳听到的千诚万缺 拿着给我滚 再来烦我你试试看 走走走走 小初总啊 你还是太年轻了 对公司的管理缺乏经验 像我们这么大的公司 在财务上面难免会有一些披露啊 违规啊 这是很正常的嘛 加上严总是咱们公司 现在最大的股东 他希望对咱们集团公司 以前的账目呢 有所了解 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嘛 王叔说得也对 差点忘了说 我被严真赶了出来 赶出来之前 我看见他 往家里搬回了一个保险箱 没猜错的话 那个箱子里 应该有很重要的东西 王叔 您对集团再忠心耿耿 他要是想孤一家害你 肯定能挑出错 不如 我们先下手为敬 你王叔我 身正不怕影子邪 多余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再说了 好吧 好吧 要是王叔改变主意 可以随时找我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行动了 开始行动了吗 兄弟 我得在上面陪一下妍妍 委屈你一个人 在儿童房间待会儿了 你这样 是不是显得我点多余啊 戈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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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 不是 你别闹了行不行 好好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挂了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人 你干什么呢 站住 绣我赠云 原来马军真是老王的人 看来还是楚总极高一筹 其实我就是想让老王露出破绽 我就知道我假装投诚 那个老狐狸根本不会相信 桌边计划 正式启动 我还想让老王露出口 乱兵 你能不能让老王露出口 赢宏 不是你能让老王露出口 你能不能让老王露出口 如果你记错的话,这项链是我哥送你的吧? 没记错,所以这是你哥和我一起送的祝福。 没关系,谢谢嫂子,好漂亮啊。 我哥可是把整个公司都给你了,你就在我的订婚宴上。 送我哥的遗物,就不像晦气吗? 小叔看不上,是因为我没把整个集团都送给你们。 小安,这么多人,不要对大嫂这样讲话。 颜真,长嫂如母,你就多担待些。 谢谢嫂子,我很喜欢。 妈,我突然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吃到了什么恶心人的东西。 先回房间了。 颜真。 没事,各位,来,我们喝。 这是吴律师给我的资料,保管好。 谢谢妈。 ,请慢点。 不知道,咱们走开。 哈哈哈,动作很快,要让你去吧。 当枯萎的话不再说话 当时间推分那片晚霞 思念是他回忆是他 循环着挣扎 承诺再回答他的谎话 思念最累我路人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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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在说话 我梦除了他看不见玫瑰涂鸦 对半沙哑挥着弄藏起对话 爱我好吗 你最下关还是放手吧 我的情绪是燃烧喧哗 你的承拨